2018伊泰杯象棋国手邀请赛于6月27号在内蒙古厄尔多斯开幕 与此同时,2018伊泰杯象棋接棋赛也同时打响 参加本次象棋接棋赛决赛的四名棋手是通过线上海选产生的 本次海选参赛人数超过6万人,每天11场出赛,2场复赛 经过11天的选拔,最终冯家俊、季华东、宇冰、尤士杰 共4名棋手从中突围晋级决赛 接棋是接开式走法的一种棋,是以中国象棋为基础 以名案子共同对局,改变了传统的走法 具体行棋方法是,双方棋子除将帅明摆于原点以外 其他棋子反转背面,打乱后摆放在自己一边的棋盘原点上 对异时,先走方首先揭开自己的任何一个棋子 按其所在位置按照中国象棋功能走出一步 名棋之后则按照棋子的本身功能行棋 是、象均可过河攻杀,不论名案子均可吃对方的案子或名子 帅将现九宫内移动,谁先取得对方的将帅后,急盼胜方 本次接棋落地赛,采用一局循环制比赛规则 经过三轮比赛,最终季华东摘得冠军并收获1万元的现金大奖 当天,正值伊太北象棋国手邀请赛的第二个比赛日 组委会特邀请参赛的象棋特技大师、全国冠军赵国荣 为获得接棋公开赛冠军的季华东颁奖 接棋它拉近了业余和专业棋手之间的距离 如果下接棋的话,就是业余棋手和专业棋手都是可以下的 它跟象棋的区别就是由于它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里面 我觉得它气味性特别强 相对来说,我可能现在更喜欢下接棋一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朋友们好 欢迎您收看《象棋世界》的栏目,我是唐丹 今天由我跟张强老师一起为您带来 伊太北向其国手邀请赛的精彩队局 对阵双方是由来自四川的象棋特技大师郑维彤 直红对阵湖北象棋特技大师汪洋 好,这番棋双方杀的是非常激烈 对 在布局集团呢,双方也有一些创新 有这个成都小将,郑维彤先走 郑维彤呢,应该说最近几年表现还是非常耀眼的 汪洋呢,作为这个老牌的这个抢手呢 应该说也是跟郑维彤他们下起来 现在呢,略显有一些的下风 当然这番棋呢,双方也都有些机会 我们来看看 仙人指路对阻底炮 然后红方当头炮 黑方向三进五 红方接下来马上进三 最近一段呢 大家可能看的仙人指路就比较多了 对 就是这里边呢,一个是非边向 一个是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竹子放过来 这几路变化呢,确实呢 还是比较有看点 对 这番棋,红方就是把这个竹子呢 放过来 鞠一平二 一拱的时候 祖三进一 它再去非边向 这个像鞠竞九最近走法比较多 这期 实战它是选择了鞠九进一 可能祖三进一也是个选择 对,下足就比较凶 对 下足呢,双方可能会更加的激烈 鞠九进一呢,它本意呢,是想稳 因为如果红方向九进一飞掉呢 黑方呢 他要鞠九平四 对,平四 可以平过来 这个加强这个防御 所以黑方,汪洋选择鞠九进一 对,长鞠 汪洋呢,今年是商界给了这个四传队 代表四传队呢,打这个像甲 而郑威同呢,作为四传队的选手呢 是商界给了广东队 对 那么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像棋选手呢 有了更多的这个选择 应该说也是一种活跃的表现 鞠九进一 刚才我们说了,它本意是 你飞了以后,它可以过鞠 进行平稳的选择 然后红方呢,就偏偏的不给你鞠过来 对 这个棋双方呢,就比较激烈 十四进五 接下来红方,兵五进一 红方呢,就这个走法呢 就是比较强硬 就是我放你这个三路足过来 对 然后呢,不让你的鞠呢 九路鞠呢,划到自己的右翼来 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吧 然后黑方马二进四 红方 红方再不用金 这个局面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就是说一时不好判断的这个局面 对 双方呢,就说的这种可选的这个空间呢 很大 黑方有多种走法 当然最直观的还是先足三进一 这个足不给对方吃 还有马四进三的 是 这个红方就是直接连冲两部中兵 速度上还挺快 对啊 黑方这个三路足也有点威胁 对,这个棋就说的 黑方呢也是可以啊 对 红方炮八平五 还一个炮 黑方居一平二 出去红方马八进六 黑方足三平四 黑方这个足呢 实际上比红方啊 那个足啊 还要更靠近 红方的阵地 是 因为他马上要拱双 这个原来有人下都是下之士 对,十六进五 十四进五都选择 对 赵西新啊 他们都走过这个棋 对 那么这次伊太杯呢 采用的呢 也是比较快的这个节奏啊 对 三十五加五 三十五分次游泳时 每走一步棋加五秒 比向甲是慢了不少 但是还是快棋的节奏 所以说呢 快棋当中啊 就是有更多的悬念了 特别是一些新招队出手呢 往往呢 也给对方呢 脆腹其防 对 没有特度的时间能进行思考 是 所以说快棋呢 我们看的正是这种热闹 这种观赏性 对 但是慢棋呢 又慢棋的这个看点 就是要求那个技术啊 非常全面 比如说这个河南行阳 搞的这种 这个棋房争霸战 世界棋房争霸赛 就是说的 双方用的时间就很多 三个小时自由用时 每方三小时自由用时 他就没有什么漏招了 对 那就是真正的记忆的这个拼 是 那么这个快棋当中呢 张维彤呢 就走得很奇特 这个马就直接跳出来了 就上了间送了个马 对 这个在慢棋当中呢 你就不一定看到这些环节了 对 直接弃马 抢弓 这个应该说还是非常新颖的 马跳上来了 也不能不吃啊 对 你不吃他马五斤六了 你这个租三平四就全落空了 是 所以汪洋 毫无犹豫地把这个马吃掉 然后再说 红方 炮五退三 回来 这个炮五退三呢 就是回来以后啊 这个中炮呢 形成了一个 叠炮 对 叠在一起 前一个后一个 然后加上这个中兵 就对这个中路呢 有很多的这个威胁 是 看着也是虎视眈眈眈的 直接做可以冰五斤冲下来了 对 唐灿这个棋要给你选 如果这个中局给你选 是 你愿意下哪边 我 可能更愿意下红方一点 因为黑方是多个子 但是红方这个 稍微这个想法 可以减减一点吧 因为我下部就准备冰五斤冲 然后以后还可以16进五 G9平7 G9平6这种 然后黑方如果 以前没研究的话 可能更难防守一些 压力更大一些 对 压力更大一些 汪洋呢 但他们顶尖棋手 对这个棋还是有更好的判断 汪洋呢 其实棋呢 还是真不错的 对 这个 但是呢 这个前两年啊 冲击这个冠军啊 卫国 是 这两年这个个人赛呢 也都是遭遇不幸的这个实力 对 所以说呢 这个这两年那个气啊 没很顺 其实汪洋从棋上来看呢 也有人把他称为五敏之王 因为在下角当中啊 他曾经有一次是 夺得了这个下角的胜利王 这也很难得 也证明了这个实力非凡 那实力在那里 可能是运气差了一点 某些比赛 当然我觉得运气是一方面 还是有 那个掌握的这种机缘吧 对 就是说机会呢 总是 都有 但是看你怎么掌握住 对 黑方马四进三 对 他实战是跳了个马 那红方还是准备下兵啊 不用急 这中路怎么解决呢 这个棋呢 就是说 临场当中 可能汪洋花的时间比较多 对 他选了一个足棋 这招棋实际没什么用 这个方向呢 选的稍微有点偏 是不是反而把自己的 这个兵线打通了 人家就二进五以后 随时有这个冲兵起了 这个棋 黑方呢 直观可以走马三进四 就直接跳上来 那人家 汪洋可能对这个棋啊 临场可能 没有算得很仔细吧 是 就是说 因为时间有限嘛 你也算不了 特别的绝对化 一个快速 但是这个棋 感觉黑方能下 只有冰股金了 那冰股金再吃下 马四进五 灯掉 再撞一下 再撞一下 这棋黑方有两种选择 我觉得降五瓶四安全一点 出将 对 因为这有卧槽嘛 它必须要飞 黑方再马 八进七 就这个兵肯定能吃掉 对 红方居九瓶七的话 黑方就可以居九瓶五 杀出来 这个棋呢 红方呢 还要走得比较精确 可能这棋 黑方少诗相 多紫 但是红方呢 红方有一定的工事 这个棋啊 基本上 军事 是 这个棋如果红方 红方也不能太乐观 点太深 这个棋还麻烦 它居五平四 居五平四 那补一手势 补一手势 补一手势 它居二进七 然后你回向 黑方居四 再进七 再点 这个棋啊 红方也有很多的顾忌 等于黑方也有一定反击 比如你手啊 我们再往下摆两遍 是 它进去抓你 那你得向七进九瓶 飞一个 它再捉你 那我这个炮掌一步 还是马斯林三条 对啊 所以这个棋 你看 黑方有一些 这些厉害的手段 对 所以这个棋啊 它不好掌握 是 所以说红方呢 这个鞠呢 还不敢探这么深 但是这个棋呢 它可能要先补一招式 对 或者这个近鞠呢 肯定要点到这个地方 但点到这个地方呢 也是各有利弊了 对 它如果再这么走 就不行了 再这么走 将来红方多了一个鞠二进五 就说你点这个 我们看啊 这个区别很大 因为这儿红方多了一个鞠二进五 红方占就 因为你不能吃相 吃相就好对鞠 我就鞠二平六 鞠七平六 都可以 所以这个棋 由于这个鞠的位置不一样 这也是相奇的魅力所在 对 它就不能再按这个计划走了 这个计划呢 黑方呢 就可以走鞠二进六 是 你较将呢 我鞠五平四对鞠 你较将我不怕 对 你不是 这个棋将来黑方呢 如果 这个 就在关键时候 就一句话 可以考虑 双鞠 弃掉一个鞠 换你两个字 对 所以这个棋呢 就是说也很难讲 应该说 红方呢 还是略略的好一点 是 但是黑方这个棋呢 也有顽强的这个机会 就是说的 黑方也有很多战术机会 这种走法呢 肯定 双方这个难度 其实也挺大 对 这个呢 也就是 但是这个选择 为什么这个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给大家讲呢 因为这是黑方 一个最直观的走法 也就意味着这个棋 它到底成不成功 这个棋子 对 应该说黑方 马斯金斯呢 这个棋呢 基本上是互有顾忌 通过我们上面的分析呢 就是黑方呢 也是有 不少的战术的机会 对 那么实战 黑方走足迹进一 对 他这么冲 这招棋就有点问题 红方 压鞠 然后他准备鞠9平7 红方 16斤5 黑方右 速度上可能是慢了 足迹 对 他也想赶快把这个子 整出去 是 但是这个棋呢 最主要现在红方 这个中部的攻势 太强大了 对 他鞠9平6 他不理你 你看 你这来不及了 你再拱他鞠6斤6了 然后他 这个兵一撞到底 这个泪门卡住了 然后这个中路 极尽 这个棋啊 汪洋就很痛苦了 对 他这个棋路线来不及打开 他这个进去桌 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说 走到这儿呢 这个黑方呢 就感觉到 这个鞠9金一 鞠9平7 这个连出两部棋足 这个思路 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 汪洋呢 在这个线路上呢 没有选好 没有选好了这个棋 他又及时醒悟过来了 还不算太晚 他赶快马巴进漆 对 他挑了个马 对 他把这儿赶紧气回来 那这样呢 红方在赤子之前 他先逼五级 先撞一个笑 对 这是杀旗 黑方 马三退伍 这么回来吃 红方在居二级一 然后黑方在足旗仪一 足旗仪一吃 这儿黑方呢 有补偿 对 黑方通过这个战术呢 把这个七族呢 冲过去了 还是对 红方呢 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但是现在呢 中路的危机呢 依然没有解除 对 还是非常复杂的 那这个棋到底是 怎么发展下去的 我们稍后呢 为大家呢 做详细的讲解 我们下面接着给大家讲解 郑维同对阵汪洋的 这个精彩对局 走到这儿呢 应该说又到了一个 关键的地方 红方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冷静 他先走居二退一 棋子 这棋汪洋 略微思考了一下 他也没有敢去吃 如果吃掉这个马 红方主要是居二平三 居二平三这样 这个棋黑方就 全体就不能动了 对 将来红方随时有这个进居 这个手段 也很厉害 这个等于红方反去一个子 对 这个 所以他居二平三这不是 还是很凶的 那接下来黑方走 他就马西行六跳上来了 这个棋是不是 他应该先走 对可以 跳马也可以 他是没办法 他就居二平四 他这个时候 黑方就只能走足七平六了吧 这个棋啊 对 他就只能平足了 平足打一枪 飞象 居四退一 那他可以足六平五 对 你蹬出来 他杀你的相 那他会被浸泡 进一步 那你就进一步进两步呢 进两步 吃掉马 吃掉 平足 你就在炮五平四 炮五平四 准备打四 那么黑方在狙击退三 打了四材在狙二进三 那他是这么防守 这个棋道也不一定 黑方也能下 是 就说黑方呢 应该考虑呢 就是说这么走 因为这个棋啊 到这儿来看呢 还很危险 黑方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实战当中呢 黑方是马六进八 对 这个棋差点呢 这个导致黑方的崩溃 红王这里边有一个 非常厉害的凶招 但实战当中呢 郑伟同可能也是没有注意 他想可能选择更稳定的手法 其实这个棋不难 狙四接二 这是一个绝对先手嘛 对 对不对 他只能狙击进一种防守 对 然后红方炮打中式 这个棋就一下给黑方的 这个中路呢就打开了 这个招法真是太凶毫了 就这个棋就是黑方很难下 对 双方可能都忽略了这个手段 就是进居一现居 要炮打马杀棋 然后一打中式 这个棋啊 当然黑方也能去抵挡一阵 但是总体上来看 这个棋还是红方绝对的优势 对 这个棋可能黑方就得炮三间二 还是走什么了 炮三间二可能炮平八将 在炮平五垫上 对 然后他进居 居略多一下 多一下 马八将六 他叫五 给他摆一下这棋 对 这比较复杂 桌 马八将六 然后他再出居降 出居降 这个棋还是红方厉害 是 黑方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只有招架之功啊 尚无还手之力 这个棋下场了 还是红方机会多多 毕竟啊 黑方少了一个是 少了一个像 你支持他在居路进三 反正才掐住你 你将来对居啊 还是对什么子啊 也是红方 还是优势 因为他这马 将来可以上来 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红方这个点居打势 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可以说是砸 砸毁黑方这个防御的 一个非常凶的手段 但时代当中 红方没有走 这儿又给黑方了反击机会 双方这个棋呢 就是说都有一些的失误 当然快棋呢 特别是在 非常生疏的局面当中呢 双方 对 这种错误呢 也是在所难免 他马八进六 他是可能先居四平五 走的一步 对 他没有招机会 他想居五进一尺 对 他居心一防守 对 他们马三退一 他马八进六 他们八进六 红方十五均四 十五均四 他马六退七 对 这几步黑方是 走得比较顽强 他干扰他 对 他招机会退一步 他退一步 然后他走七平六 那他只有打僵了 对 他只能打僵 对 他是打僵 然后他飞掉 飞掉 红方现在如果再打僵 对方就落个势 可能还得十五推 四落回来 你这个炮也没地闪 他也不是很怕 对 然后他这会儿 也只好先把事收回来 对 收回来 这个棋 其实黑方还真不怕了 由于红方 前面那个居四线 也没走出来 对 黑方 这个时候 他黑方现在还是在看 这个中路这个 一直有这个吃相 这个威胁 他实战是又平了 对 实战平 实际上这 有这么一个打 是 就是 来 我们来摆一下 对 就尽力号打 打呀 这个马正好 你一上他马接近扒 对 他这个马接近扒 这个点的方法 你如果进居 对方有僵 对 僵 这个棋 黑方肯定是不怕 对 因为你落势 他最简单的 把你打掉 对 他吃掉 然后他马接近扒 这还是先手 这个棋 黑方就确实不怕 等于黑方这个抢速度了 你平居过来 他也 他又马八斤六 还有金六 将什么吃居乐 这些手段 对 红方还不能 这个太掉以心心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方有反击 还是不怕的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汪洋 这可能是有个浸泡 就没个机会 他这个当时可能 也没有 没有这个走出来 对 他就平足了 然后红方走 红方走了 又聚武推二 他怕他马七斤六 他聚武推二 然后他这时候 马七斤六跳进来 然后红方就是 对 黑方这个棋 可能就是 总结自己没准走了 他当时就走了 一个足一进一 他就等了一招 他想看看红方 什么态度 对 他也没有 他这个七路区 也长不起来 二路区 他又不愿意长 对 他怕他聚武平六 他这个棋也时间紧张下了 肯定是 就赶紧先等一招吧 看看红方态度 然后红方这时候 实际上 是不是应该打相一将 打相一战友 打相一战友 打相炮五聚三战友 对 红方知识也是走了 有点动动慢了 其实也是下意识 觉得想稳健一点 这个地方黑方应该再浸泡打 对 刚才张傲宁说的 这个还是有个浸泡打的棋 对 这个棋就是汪洋啊 后来他也打出来了 但是这个时机掌握得不好 后来晚了 你要掌距他底下将 底下将军 如果你落室呢 他打掉你吃掉 黑方有这么一招棋 把你这个鞠换掉 这个鞠黑方也不怕 是 因为换了鞠以后 就变成这个 鞠马足队鞠炮了 对 我多个足手 我像黑方 也没什么可怕的 你鞠也不管躲 躲我挂脚枪 足迹平六 我马上还有这个 杀棋的这个手段 对 有些偷杀的手段 红方这个棋 也是有很多顾忌的 看来如果这么下 就下成这个残忌 核棋的可能性很大 这个棋基本上军事 这个地方呢 红方呢 这个退相呢 他也不一定敢 退相 就是说不让你去对局 他就把你杀了 这个退相这也可以 打掉 我吃掉 然后黑方也可以守 这棋 红方呢 也有过去 这样防守 对吧 你看 你再过去 黑方也动不了 比如他在平足 就杀你底相 那我飞个边相 飞一下他再回来 红方 就放这放着 也没招 红方暂时也没什么好办法 是 这个棋啊 双方基本上还是军事 双方你看 红方炮 并容好一点 但是黑方有个足啊 这个马足相当于一个炮 就这么理解吧 对 就这个棋 极有可能是形成一个合棋 双方都不好动 是 红方 黑方都不敢乱走 乱走这个棋 都有可能会出问题 对 对 因为走完这个 将来黑方有居 七平八的这个手段 是 所以黑方这时候 老有进炮打马的 这个机会啊 对 这机会他没有掌握住 他 这个时候 他走了一个 什么呢 他一直是 他当时是 他当时的确是 进炮打了一下 对 他打了 他打了 他居住就一抓 对 他没有进去将 他没有把后续走出来 但他走什么呢 他把炮又退回来了 他把他就睡回来了 哦 当时 他退回来以后 这个机会就没有 他这个将打 他没看到 对 他没有打到架 他没有走 他这么打一架 他只有可能 十五斤四 更顽强一起 对 他又落回来了 不是 这个棋十五斤四 我们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十五斤四 是 十五推四呢 后来这个棋 红方就是拥有完全的机会 对 黑方就无可奈何了 是 十五斤四呢 棋着一个市呢 暂时还不要紧 对 我现在有炮三平五的棋 你还得进去做 那你给大家 简单分享 如果他吃事 吃事的话 他只有鞠浆 嗯 鞠浆 鞠浆你 对鞠的话 那就 平满了 那他只能落 落到炮三平五 再鞠 炮三平五 这有浆 这个还说不清 对 等于说我这个 一定自己还能组织一定的攻势 对啊 你要手累 对方可以把鞠退回二路 对 这个棋还真说不清啊 然后你这一路马还没出来 你这个马给不上劲 这个棋胜负难料 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黑方这个知识最为顽强啊 但如果你进去拦着我的话 我就再打你 嗯 是的 这个棋确实还有很多变化 对 我们看一下跟实战的区别啊 实战它是落势 落势 然后它进居一篮 它一掌 它一掌 然后它这个推炮 对 那市在这儿就要好多了 对 你在江的时候我能出来 而是这个市成为一个 阻挡洪方进攻的这么一个 小小的桥梁 对 它这个市这样子 它得防着这个两边抽居 还得只能这个像这样 这棋肯定就不行了 对 这样子洪方就腾出手来了 嗯 它其实走G5平7可能更狠一些 G5平7 G6平7都赢了 对 G6平7也没人手了 嗯 江兰军吃狙嘛 G5平7也一个道理 是 这些招法洪方都是 嗯 这个简简单单就赢了 那就是双方也是时间比较紧张 对 红方这棋走得比较稳健一些 它就15推6回去了 嗯 对 它想着黑方也没办法去捡 对 黑方G2坚2 然后它就G5平6 这儿事业必丢了 对 它一猪 它僵了一身 它上将 它走了一个炮武退二 可能退三更好 对 这个道路 无所谓了 是 它出将了 对 它出将了 这个棋 黑方也守不住了 对 它就是降5平6 这个最简单 G6平2一招 怎么守啊 也没法守了 G6平2可能更凶 它简单点 它就吃事 吃事也可以 嗯 它一吃事 它就平过来 嗯 准备G2坚2吃鞠 对 它这时候想着对鞠 但是红方还是肯定不愿意 双方这个点比较紧 对 红方就僵了两句 本来僵 僵不僵都行 它进鞠一点 然后G7平5 还得这么防守 嗯 这也没办法 反正这个总之的 就是黑方啊 没有试相了 它很难去守 对 G6平3 G6平3 这个双鞠错了 双鞠错 因为这个打 也不用打白吃 对 这盘棋的尽管双方呢 在终局呢 有一点失误 是 但是整体呢 还不失为精彩 就胡邦连续两次棄子 对 这个招法走得很精彩 特别是这个布局啊 别有新意 对 可以说给这个布局呢 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话题 嗯 另外呢 这个双方在终局的较量当中啊 包括我们给大家说的 这个兵状中项啊 还有什么G4金2啊 对 也是给我们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 总之呢 就是我们大家呢 通过这种棋局的这种观赏啊 嗯 有的时候细细体会一下 还是能够收获良多的 嗯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呢 讲解到这里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